各位朋友 你們好 接下來要講講河伯的事件 我現在都不用他的樣子 甚至有些代號 有些KOL會用河馬去代表 我簡直就不用了 免得介入他們的戰場裏面 但我想說一說 他擾養了那麼久 到底搞什麼呢 所以我用了一些我自己拍的照片 這張照片是前幾天在晚上山頂 下來的時候 跟朋友在灣谷山拍一拍 當然是一個雷暴 跟著加上耶穌光 用來緩和一些比較嚴肅的話題 在講之前要只聲一聲明 不要介意 各位朋友 我說的純粹是個人意見 我不是想罵哪一個 而是希望可以救到人 希望可以分析到他們 當然這些事很渺茫 不過我也很想表達我的意見 希望帶給他們多一點的正能量 希望是這樣 希望事件不要弄得很差 首先我分兩三部份去講 首先這件事 阿可伯伯事件 繞揚了那麼久 咦 這樣就發覺 我越來越發覺很奇怪 你繞揚了那麼久 到底是否遺來造成的一套劇 這件事是不到我們這些社會經驗的人去懷疑 為什麼呢 繞揚了那麼久都告不入他嗎 會不會這個就是一個收入來源 當然有很多觀眾朋友都會覺得煩厭 看都看到 會不會是這樣呢 這個也是有可能的 我在上一段影片已經講了 可能新河太有幾個方向自己會做的事情 如果他們不是一群人合起來的話 這樣就有問題出現了 這個問題我現在就分幾個方向 希望可以分析到 希望可以救到人 即是開導到人 不要說救到人那麼偉大 而是希望可以開導他們 即是不要去到萬劫不復的階段 如果不是合起來去找收入的話 我首先回到分析 我看了可伯的Live 他就發現他們已經很熟手 即是很簡單 在那個片裏面 很多朋友都知道 你罵何和這個新河太 罵可伯甚至發脾氣 咦 很多粉絲就支持他 支持他 跟著對加 KOL那邊 亦都會播放他們出來 甚至是會柴台 這叫柴台 咦 又有很多觀眾去看 遼動 即是俗稱的食花生 咦 這樣這個 就形成了一個風氣 即是現在 這個 我形容是一個水塘 這個水塘 就會不斷泵水 水會流向 可伯的頻道 就會流向KOL 咦 未嘗不可 即是各取所需 觀眾亦都有些事情做 好了 這件事就是 我覺得是一個 已經是演化到 變成一個商業的 團體運動 好 因為 可伯那邊 其實 他做少少事情 已經是維持著一群粉絲 KOL那邊 又是做些事情 又維持著一群粉絲 這些事情 如果站在商業行為 我覺得摸口飛 好 好了 但如果是站在 如果真的 大家對戰的情況 那就出了幾個大問題出現 因為之前已經有黃青霞事件 其實KOL那邊 都是和 的伎倆都差不多 我看到 都是 說新河太 類似是虛假文書類 因為這些是最容易被告的 接著 不止虛假文書 是冒用別人的身份 接著 有些說 這個 新河太 可能有很多不法的勾檔 我以前做過 有些 KOL那邊 觀眾朋友都說 他們以前 可能殺人放火過 不奇怪 可以換身份 好了 一說到這件事 我就很著弱 我覺得很好看 因為突然間 咦 無認別人的身份 又或者換身份 這件事 就是 在我認知裏面 它是兩樣不同的東西 你冒認別人的身份 你可以改別人的名字 就說自己是誰 誰 是住在哪裏 但實際上它是不存在的 它所說的 是完全 完全 都不存在 這樣 這個是 無認 好了 如果你說換身份 這件事就很刺激 因為 為什麼 軍事方面 其實我是一個軍事謎 遲些 我會開片說 或者這個月 我也會開片說 很多關於軍事 關於科學 關於外星的事 這些 大家都迷了那麼久 好了 如果它能夠換身份 那就奇怪了 換身份 在 國防部長那些 我也未認識 但前線的軍人 我也有一班朋友 如果你說換身份的話 其實你是要經過很多的關係 你才可以換身份 還有 你是做些什麼 可以換身份 這是重點 這件事我很有興趣 很想知道 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可以換身份 除非 其實電影都有做 除非你是真的做一個國家的 高級間諜 不是普通間諜 是高級間諜 那 國防部長 甚至乎總統 甚至乎 如果我們是中國那邊的話 就是一定要經過 國防部 一定要經過 一定要經過 因為 你普通的所謂入境 那些 是改不了你的 除非 你說 陰謀論 去賄賂 除非是這樣 但你賄賂的時候 還要賄賂到一個 很高級的官員 這個官員才可以跟你換身份 這塊金額 如果賄賂得很大 這塊金額 如果賄賂得很大 這塊金額 中國裏面更加很難博 為什麼呢 中國如果立戀和你換身份 它隨時沒有黨籍 跟著 就隨時要坐牢 我講 如果新何太 這個年齡 如果能夠 在這些年份裏面換身份的話 有很多陰謀論的觀眾說 中國就 付錢了 什麼都可以 其實這些觀念是錯的 因為你換身份 你換什麼的身份 除非是五十年前 有些人走爛 各種東西下來 你也知道有些人偷渡 我舉個例子 好像在香港 抵擂政策 那些是幾年前 那些是五十年前的產品 五十年都未必可以 未必 要去到打仗之後 打仗之後走下來才行 因為那些 戶籍未必足夠 他一抵擂的時候 可能在那裏 說自己在哪裏 香港政府 當時是英政府 便會偏一個給他 這樣也不奇怪 但 以新何太 這個年齡 已經沒有這支歌仔唱 我很有興趣 很想知道 到底它是否真的 可以換到身份 我看看雍正晶小姐 那個頻道 應該不是換到身份 因為以他做的事 應該未到足以國家 可以給他換身份 因為換身份 有幾件事 你可以成為污點的間諜 例如施洛登 現在施洛登未必是 叫施洛登的 在俄羅斯也換了身份 也不奇怪 一些很重型的人 才能換到身份 因為施洛登未必夠吸收 還要換身份的時候 這個人是國家裏 一個隱藏的人 剛才我說過 一些很特殊的人 才能換到 但我看《新河太》的級數還未到 甚至乎 翁小姐的頻道 就說他 有機會無形了別人的身份 無形身份 有很多可能性 以前也報導過 很多團體 那些假結婚的犯罪集團 都有做這些事 它是用了別人的身份 有些罪犯 有很多時候會改別人的身份證 改別人的護照 其實是假的 它其實是無形別人的身份 有機會是這樣 來到這裡 就要講講 就是 如果翁小姐有這些資料 她有律師的時候 其實已經 很老實 如果是真實 其實已經是報警了 已經在處理一些事情 我在這裡 就真的 都當盡最後努力 看看可不可以開導到 可白和新河太 因為再下去你就沒有完全了 因為如果那邊正在做事 如果真是敵對 那邊正在做事的時候 其實可以很大罪 因為你無形別人的身份 在香港要坐 你為了鬥氣 而搞定要坐牢 那是否很值得呢 那是否仍然覺得自己很威風 和粉絲擁護你 就覺得自己很厲害 不輸在人前 那如果真是用了別人的身份 那就真是很大件事 在裡面 在翁小姐那條影片 就說 他有機會重訓 你一踏上去的罪 一直踏上去 新河太 很老實 有時候有些事情 退一步 就海闊天空 你現在已經去到 已經差不多沒有完全 因為如果是對家那邊 如果真是做事的話 你已經很嚴重 那很多觀眾仍然是 焦點就是要收回你的房子 好了 那我這裡又講講 怎樣收回你的房子 因為這件事不知為何 擾揚了那麼久 其實房屋處要收你的房子 他有一條條例 就是可以無條件收回你的房子 可以不給任何理由 因為為什麼大業主就是房儲 其實在香港這裡 你搞到這麼嚴重 新河太 很老實 你搞到這麼嚴重 他如果不是好人的話 如果什麼什麼什麼的話 不是善良 即是你現在 新河太 你是欺負香港的善良 你是利用了香港灰色地帶 是想著別人賜不到你 其實在房儲裡面 如果房屋處長做得狠的話 其實真的可以無條件收回你的房子 你不要妖釀說 好像深水埗的狗婆 要收回房子 然後她說上訴 然後東章在播 又說什麼上訴 沒有限期 其實不是的 如果房屋狠起上來 是無條件收回你的房子 因為她是大業主 她任何時間都可以收回你的房子 你有沒有地方住 你可以吵 但是 是你的事 所以香港真的是很自由 很好的 已經 你不珍惜這個地方 所以我 在這裏 真的要開一段影片 去奉勸你 收手 在這裏 我亦都提一提議 給香港政府 其實 有些地區 就是這樣玩的 如果租住政府的房子 如果它有什麼事 政府要收回它的時候 它說它自己沒有地方住 其實可以扔它去難民的收容所 因為我們難民的收容所 現在是吉祖 即是沒有什麼用 那些收容所什麼都沒有 只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只有一張床 你就在這裏住 還有 那些地方 就是 你住的時候 你要做事 要幫政府做事 不是就這樣住 就是等於一個 在懲教裏面 坐牢的人 你是要做事 你是要回饋社會 你才有這個地方在這裏住 你不是以為坐牢 就是抓去你的坐牢 好像有個思想也有問題的人 就是剛剛在深水埗那裏擠人 找刀 他的用意就是 他生活不了 沒有飯開 即是一些真的差到無可再差的人 所以要刺人 刺了人 就刺了人十紅米 即是把刀都入了 你就是為了去坐牢 然後為了吃飯 這麼懦夫 這麼內藥 還有這麼魔鬼 新何太 我在這裏 免著這條片這麼長 我都希望香港政府 說真的 現在這麼慈善去對你 其實你應該好好珍惜 不如我提議 新何太 你在網上 就不要搞那麼多 因為你一路踏上去的時候 很嚴重 不要想著 在裡面賺到多少 以我的經驗 很多東西是一拋清袋 一拋清袋之後 你要受盡 因為你現在做的事情 都是一個魔鬼代言人 不要說別人抓住你 你就要反抗 有時候有些事情 就退一步 退一步 就會開闊天空 罪亦都輕很多 不要以為你不會坐牢 我剛才在片頭的時候已經說了 如果你們不是一個水塘的話 你真的隨時坐 因為以我的經驗 你現在的罪已經走不掉 如果是翁小姐那邊是屬實 而KOL的資料是真的 做人為什麼要變成這樣 好像黃青霞一樣 他都不打算自己坐牢 在這裡我又與大相關 說一點點 因為他正在坐牢 其實黃青霞說真的 跟新鶴太差不多 很聰明 但最後 如果以我的社會經驗 他都是想埋齋吃井水 即是埋了李隆基那裡 他都是說真的 一個很聰明的人 他都很寂寞 他看到李隆基這個老人家 這樣這樣這樣的時候 他都很想 如果沒有看錯的話 他都很想走回去正常的生活 不過以前的事情 真的做得太差 一樣是被KOL找了 那些罪行出來 就跟現在 這位新鶴太一樣 新鶴太 我奉勸你 最後 即是收手 我這條片 各位觀眾 不厭其煩 我都說一說 這條片 我講完之後 都未必太快去開咪 再說他那些事情 因為他再下去 其實都 好像我之前的影片所說 如果是大家敵對 他沒有什麼好結果 沒有什麼好結果 好 這條片又到這裡 現在我也要出去拍日出 各位朋友 接下來我就會講 百里路 就是帶一些路況 因為我現在出去拍日出之後 我今天都會去花山那裡 已經有些路況 因為上次就下雨了 已經不成了 即是東把那裡已經不成了 今天我去完成了它 麥女浩徑 十段 即是一百公里 我已經拍完 就陸續在排隊 剪片出去 因為我想跟著下去 公開那些麥女浩徑片 我都很想 有我自己的解說 令到 未去過的朋友 又或者不能去到的朋友 都理解多一點 好 希望帶給大家的正能量 多一點 今個月可能會多一點 片出講時事 講音樂 多謝大家支持 我們下條片見 謝謝大家 拜拜